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重要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爱博特州长即将出访印度 为了促进德州向世界各地招商引资活动 德州州长爱博特即将于周末前往印度访问 他说德州和印度有非常长久之政经关系 我们希望继续加强两国人民之交往 目前政界盛传爱博特州长非常可能是共和党川普将来竞选总统制副总搭配人选 川普曾对爱博特在德州之政绩高度赞扬 过去曾经担任过州长的小布什 后来也成了美国总统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的德州 是个地广人稀之大州 地下有惊人的石油 地上有高科技太空中心 及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中心 近年来在爱博特州长之治理下 是非常少数在财政上还有剩余的州政府 我们非常支持德州向全世界招商之行动 尤其是足以亚太地区是美国首选 州长此次出访必然会有封锁之成果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